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漫迷早晨節目 這節節目就是叫做漫迷早晨,看真點 我想上一場失球那球,普巴那球,手球 大家討論了兩天,亦聽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 我在很多片段,亦都覺得有些朋友說的角度和論點都值得思考一下 所以跟大家說一說,亦都很多朋友就覺得 因為我不知為何,我說的話很多時候就是引述其他朋友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一個思考空間 但有不少朋友就當這是我的意見 所以覺得,喂,爸爸,你究竟怎樣的? 亦都有很多朋友私底下跟我聊天時都覺得,究竟這球球是怎樣呢? 說真的,大家跟著這個漫迷早晨節目就知道了 我們譬如假設,我們做這個轉會的追蹤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看多一點點 以及找回那個消息的源頭 再去判斷究竟有多可信 我想在這次普巴的手球事件 我都用同樣的精神去嘗試告訴大家 正正,exactly,那球球是發生什麼事的 其實我這幾天都很忙很忙,沒有時間做 到今天,終於有時間做這件事了 拿回長波出來看 還要逐格重播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發生 普巴有幾大責任 有幾多事情是她的自然反應 或者訓練上高 因為有些朋友就說,喂,你站人牆的話 被人省,你就犧牲了 不應該轉身,不應該擾手擋,對不對? 但事實是怎樣的話,儘管給大家看看 首先,第一張圖片就是 佛球擺好了,韋斯咸的球員預備射門 那普巴在哪裏呢? 普巴正正在黃色圈圈圈圈 大家要留意一點 其實在這個佛球上高 我們排了兩個人的人長 就是在畫面 今次這條片要看畫面 如果大家未看畫面,就要看畫面 偏左的 阿瑪西亞和Greenwood 兩個人的人長 而普巴正正在後面 和對方的球員 一直在畫面的情況上高 所以第一個 情況要告訴大家 普巴並不在人牆 普巴是在一堆人 大家在畫面 我記得有位朋友留言的時候 有說過 這位朋友非常之心碎清 普巴第一件事,並不在人牆上高 第二件事 這一格定了,就是去到Dick and Rice 大家看到Dick and Rice很帥 射門很強勁的時候 回到球員之前的影片的時候 你見到普巴的樣子 雖然畫面不太清 但你見到他的頭是看著球 去到第二章 這個Dick and Rice射球的時候 你見到普巴 人都在向前走 即是說 我先圈給大家看 在圈中間 大家看到普巴仍然向前走 仍然是看著球 但是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布奈法蘭迪斯 就衝過去Dick and Rice 嘗試用身體擋住 這個射門 所以大家看到這條直線 我這條直線 當然沒有VAR那條準確 但是我們看到這條直線 布奈法蘭迪斯 的的且且且 而而確確 是遮住了普巴的視線 這個球 在Dick and Rice的腳 那裡 普巴就在圈圈位 中間的而且確 有個布奈法蘭迪斯 阻礙了視線 然後 一射過去 他和旁邊這位球員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這是誰 總之他兩個球員 都是射中他們 不過 普巴沒錯 就是反應不切 令不切 令身令得不切 而旁邊的球員 令身令得切 你看到 之後後面的兩位球員 和韋斯咸的球員 都是嘗試去縮 你看到 每個人都在縮 因為那球可能真的很厲害 還有 大家有些朋友說 普巴不專心 這個情況就是 普巴一路 起碼在這張照片 都仍是看著球 再真的射近 就真的遞高了手 而且旁邊的球員 就轉身了 但是 我想你說普巴不專心 這件事 你就要考慮了 其實 他是不是因為 被班奴法蘭迪斯 遮了視線 以及 班奴法蘭迪斯 根據我這條線 遮到他 和旁邊的球員的視線 可能 普巴會不會 反應不足 旁邊的球員 快 所以他轉不折身 就遞高了手 而旁邊的球員 就真的 好像很多朋友說 接受了很多訓練 就自動 就會轉身 就不會舉手 這個也是一個 斟酌的地方 但是 如果你說普巴是 不專心的話 其實我們看回 之前的照片 他一直都是 看著球 直至到球 近來 他真的 反應不及 再加上 大家看看 搬奴奴 然後衝上去 究竟是否真的 阻擋了 普巴的線 比較多 比旁邊的球員少 這個大家都可以自己 有興趣 看回這條 現在的畫面 又或者你更加精準 一些 大家自己找回 一場球出來看 OK 所以我想跟大家 分享這件事 就是說 我們真的是 是非 是非 這次情況 我終於有時間了 那幾天之後 就拿回影片出來看 那 之前 我也不太肯定 那個情況 會是怎樣的 當我看完這次的影片之後 自己 再逐格重播看完 也都 說了 剛才我的分析之後 我真的覺得 這次的球球 就是普巴 沒有不專心 他也不是人場之中 他其實是在抵抵人 而 為什麼他會舉手呢 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因為 剛剛Diccan Rice的球 那時候 班尼·法蘭迪斯是遮住了 而他在這麼多 萬聯的後防球員之中 可能就比較遮得最直 遮得正一正 所以 那個球 是過了班尼·法蘭迪斯 他才看到那個球 那就是說 他比其他球員 那個時間上 就是少了 大約 不知幾百分幾秒 因為 班尼 那個 就是少了時間 就是那個球 他離開 Diccan Rice的腳 至到 班尼的位置 他遲了 才看到那個球 所以 他又沒有那個 訓練 怎樣都要被人省死 都不能夠舉手 訓練也不足夠 可能 亦都是因為這樣 他舉起了手 就真的是手球 所以這球 輕薄 是無容置疑的 但是普巴 是不是不專心 是不是訓練不夠 這件事呢 我就覺得 他不專心就應該不是 不過 就這麼巧被人遮了 最後 可能他被人省死的訓練 不夠強 所以 就被人射中了 亦都舉了手 這樣 當然 大家看完 這條片 是事實來的 但問題 唯一 最難搞的是什麼 就是我畫那條線 有沒有VAR 那條線 這麼精準呢 我想大家可以有 雙角而來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我都知道 很多朋友都覺得 不要搞那麼多 都過去了 沒錯 我同意 但問題有時候就是 既然一個這麼爭論大的問題 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都想做 沒有空做 我有時間 就為大家一起看真些 雖然看真些之後 大家可能仍然都有不同的意見 但這個不是問題來的 從來來說 我覺得很多的東西 大家看到的東西 大家看同一個畫面 有不同的意見 這是很正常的 只不過 有些事實上的東西 譬如 他不是一個人長上高 或者 Buno真的在他前面遮住 這些事實 大家都要考慮 這次的節目就到這裡 大家記住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記住 我們將這條 頻道 傳揚給更加多 廣東話的聽眾 字幕志愿者 都會被拒絕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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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有些人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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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记住 留言 点赞 订阅 订阅 记住 我们将这条频道传扬给更多广东话听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